攻略者出现的那天 我正在给竹马庆生 他着急打翻我手里的蛋糕 对他说 别吃他给的东西 不干净 接着将我的竹马宋朝拉到身后 向那英勇的战士般向我宣战 他不是你可以随意玩弄的对象 以后我会保护他 宋朝低垂着眸 唇角微扬 眸光似水地看着他 可他不知道 他口中被我玩弄的人 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这场生日会 还是他使了各种计谋 不惜用上美人计才求来的 被他毁了这一切 一向小心眼的宋朝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呢 18岁生日宴 宋朝被众星捧月地围在正中央 笑着接受别人的祝福 突然全场灯光一暗 五秒钟后 我推着生日蛋糕从角落出来 眉眼弯弯 生日快乐 小朝微弱的烛光下 宋朝两眼冒星星 满眼都是见到我的惊喜 他朝我扑过来 紧紧抱着 小念 你真的回来了 我好开心 我和宋朝是青梅竹马 感情一直很好 直到我初三那年 被父母带去国外读书 我们分居两地 平时只有寒暑假才有机会见面 但我们承诺 18岁生日一定会陪在对方身边 所以我特意赶回来给他庆生 并将学籍转回国内参加高考 宴会上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露出惊讶的表情 有人窃窃私语 这人是谁啊 宋朝好像和他很亲密啊 这女生长得好漂亮 是宋朝的女朋友吧 什么呀 人家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上演久别重逢的戏马 感受着别人灼热的视线 我被他抱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别了别嘴 还是乖乖闭上眼 虔诚地许下心愿 我看着他 还是老样子 一点没变 吹灭蜡烛后 我准备切下第一块蛋糕给他 突然冲过来一个女生 大手用力一挥 蛋糕瞬间掉在地上 摔得稀巴烂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淡淡的甜腻巧克力蛋糕味 有人惊呼 黎清清 你疯了吗 你有病去吃药 干嘛毁了宋朝的生日啊 众人用谴责的眼光看向黎清清 但他不在乎 黎清清指着我 大声说道 宋朝 别吃他给的东西 不干净 说完 他一手将宋朝拦在身后 以保护者的姿态 和我形成对立面 目光如巨地盯着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蛋糕被你下了药 你想耍着宋朝玩 我不会允许你这么做 我醋了醋眉 还没来及解释 就被他爆棚的正义感打败 以后我会保护宋朝 你以后别想再欺负他 这是有人质疑 黎清清 你凭什么说人家下药 你亲眼看见了 黎清清从兜里拿出手机 调出一段视频 赫然是我下药的画面 真是人不可貌相 亏我刚刚还夸他好看 原来是蛇蝎美人 看来夏佳近几年在国外发展 不顺利是真的 竟然让自己的女儿 冲竹马下手 真不是人 果然人都是会变的 众说纷纭 可我却一个字也听不到 因为我看到 黎清清浑身散发着光芒 头顶上显示出了攻略值 我脸色泛冷 又是攻略者 想清楚之后 我看向对面的宋朝 他低垂着眼眸 让人看不清在想什么 突然 他轻笑出声 从背后走到黎清清面前 我记得你 高三八般黎清清对吗 宋朝声音温柔 眸光似水 专心地盯着眼前的人 像眼里只融得下他一个人 黎清清的脸瞬间滚烫 宋同学我就知道 你一定还记得我 毕竟我们曾经一起上台演出 是那么有默契 那么般配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宋朝一眼 他还是勾着唇角 表情似乎没什么变化 但只有我知道 他已经忍到极致 看不见的手 已经在暗处 捏到清清暴起 黎清清得意地看向我 为得到宋朝的一丝注意 而沾沾自喜 宋同学还记得吗 你曾在公交车上 捡到了我的校牌 在我被教务处主任为难时 帮我解围 那时候我就知道 你是个大好人 听到这 我轻笑出声 大好人 是在说我认识的宋朝吗 宋朝闻声看向我 我忍着笑意回望他 宋朝四倍烫到了一般说回视线 在抬头已然恢复温和的模样 只是说出的话 却让人如坠三尺冰枯 他说 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被我明确拒绝了十次 依旧死缠乱打 像只凡人的苍蝇 在我周围转来转去的 天底下恐怕也只有你黎清清一个人了吧 黎清清脸色瞬间苍白 宋朝 你在说什么 宋朝眼里终于没了虚伪的笑意 反而凝结着冰霜 就凭你也想挑拨我和小念之间的感情 你要不要撒泡尿罩罩 自己拿点比得上小念 黎清清瞬间眼泪盈眶 拍着自己胸脯 真心实意道 宋同学 请你相信我 夏年在国外早就有了恋人 而且私生活极其不检点 这次回国也一定是别有用心 他是在玩弄你 你千万不要上他当啊 我看着他 只觉得他可怜 作为一个攻略者 连最基础的调查工作都做不到位 我和宋朝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只是没公开而已 宋朝为了在生日宴上公开我们的关系 使尽了各种手段 甚至用上了美人计 才让我心软 然而这一切都被黎清清毁了 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 你只是一时被夏年迷惑了 我相信等你足够了解我 你肯定会爱上我的 可他算漏了一点 真实的宋朝 并不像外人看到的那样 温文尔雅 身世有理 只是因为我喜欢 他才十年如一日地 扮演着那样完美的形象 而此刻他已经忍不住 亮出尖锐的獠牙了 我敏锐地察觉到 周围投来的目光 有看好戏的 也有奚落嘲讽的 还有一些袖手旁观的人 而我和宋朝怎么说 也是上流社会 有头有脸人物的子女 不能任由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影响家族声誉 于是我走上前 牵住宋朝的手 捏了捏他的手心 宋朝只好收脸浑身力气 乖乖地垂下眸子 任我处置 黎清清看宋朝 丝毫不反感我对他的亲密接触 又乖又奶的样子 眼里的嫉恨 差点就要溢出来了 我落落大方地看向黎清清 黎同学若是来祝福小朝的生日 我很高兴 但如果这是来搞破坏的 就别怪我找保安 把你请出去了 黎清清文言退后一步 脸色很难看 明明你才是那个搞破坏的人 凭什么被赶出去的人是我 我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 又死缠烂打的攻略者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嘴下无情了 我唇角微扬 语气轻而笃定 因为就算我刚刚下的是毒药 小朝也会义无反顾地吃下去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 更何况 我才是这场生日会的举办人 想要赶走一个不相干的人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黎清清似乎又被羞辱到 掖紧拳头 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我淡淡瞥了一眼 黎清清身上廉价的白裙 低声笑道 等你站到我这个位置 再来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吧 毕竟有钱人的生活 只有有钱人才懂 黎清清紧拧着唇 看向我的眼神中 夹杂着一丝修脑和恶意 攻略任务开始前 系统会让攻略者自行选择 在何时何地 以何种形象出现 我如果没想错的话 黎清清应该是故意 以灰姑娘的形象来接近宋朝 妄图想用坚韧善良的品性 吸引宋朝的注意 就要让他爱上他 在攻略史中 以这种形象 出现攻略目标任务的成功率 高达96% 可他不知道 随着目标人物的发展 和自我觉醒 这种方式早就不奏效了 黎清清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偏头对着宋朝委屈起来 宋同学 虽然你现在对我有所误会 但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你迟早会明白 我才是你应该选择的人 说吧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打火机 这是我用攒了很久的钱 给你买的 需要你能喜欢 这不是普通的打火机 外壳由薄金 玫瑰金制成 镶嵌着一颗拉碎钻 一看就价格不菲 哪是他用兼职赚的那些钱 就能买得到的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是他用新手礼包 直接向系统要的 宋 朝眉街 脸色却很严肃紧张 拿走你的东西 我不需要黎清清皱眉 你怎么会不需要呢 你不是丢了一只 一模一样的打火机吗 宋朝不耐烦 我说不需要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你再不走 我就叫保安了 离清清抽了抽鼻子 低落道 很抱歉 毁了你的生日宴会 不过我还要兼职 去赚妈妈的治疗费 就先走了 最后祝你生日快乐 他离开时很狼狈 却依然挺直了腰背 一副顽强小白花的急事感 这倒让我对他 生起了一股敬佩之意 宋朝扯了扯我的胳膊 像条摇尾巴的哈士奇 一副求夸的表情 我皮笑若不笑 等下在找你算账 生日宴出现小插曲 结束的时间比喻七早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 双臂环胸沉默不渝 一副等他主动交代的模样 宋朝扑通一声跪下来 委屈巴巴的说 小念 我错了 我哼一声 错在哪了 他小声道 惹了烂桃花 不守难得 还让小念受累做我的嘴屁 还有呢 宋朝眼神躲闪 我不该抽烟 我揪住他的耳朵 你小子现在还敢抽烟 小心我抽你 宋朝拽着我的手 为自己辩解 那都是因为我太想你了 你回来了 我就戒了 他目光专注 琥珀色的眸子 硬着我的模样 我也不由得心软了 不许抽了 对你的病不好 宋朝有遭遇症 小时候经常跟别的小朋友打架 直到我搬来他家隔壁 对他好 陪他玩 我用了长达十年的时间 让他对我产生依赖 收起所有疗牙 而黎清清 却想用一年的时间攻略他 这是在痴人说梦 我的就是我的 谁也不能夺走 宋朝趴在我腿上 蹭了蹭 魔光一暗 小念 别再偷偷给我吃药了 他抬头看我 因为我就吃 我很听话 我摸摸他的头 转移话题 忘了说好久不见 我很想你 果然宋朝很快就忘记了之前的不愉快 开始缠着我说情话 我想过 黎清清不会善罢甘休 但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有所行动 周一是我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 黎清清一脸阴沉地盯着我 因为此刻我正在他最想做的位置 和他的攻略对象谈笑风生 下了课 他静止走出教室 回来时脸上挂着轻松的表情 他敲了敲黑板 站在讲台中央 明明是对着全班人说的 眼睛却没有离开我一秒 经过我和老师的再三考量 下周我们将迎来一次大的座位调动 按模拟考的成绩 从高到低选择自己心仪的位置 所以请大家做好准备 好好复习 他刚说完 教室一阵躁动 太好了 我早就受不了阳翻了 整天就知道打球 回来后一身臭汗 唧唧喳喳地严重影响我学习 终于可以换个地方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 爷 无所谓 反正我没得选 也有人不愿意换 换了座位 谁教我数学啊 不行 我的同桌我来守护 不是 老班已经很久不排座位表了 怎么这么突然 宋朝文言也掀起眼皮 看了黎清清一眼 他马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结果 宋朝只是轻飘飘说了句 我不换 黎清清不目 反而笑得更胜 宋同学这可不由你说了算 我只是传达班主任的意思 宋朝扔下手里的书 就准备去办公室 我拉住他 眼神示意他坐下 他不情不愿地坐好 低声道 我不想和你分开 我知道 然后他就看着我 瞬间懂了我的意思 黎清清打得如意算盘 都快蹬到我脸上了 我不傻又怎么会不懂 据我所知 宋朝和他一直是班里的第一二名 他或许觉得我在国外接受教育 会不适应国内的教学 然后在魔考中落雨下风 而他可以理所应当地 坐到宋朝身边的位置 然后进水楼台先得月 可惜在出国前 我也是个中国人 人不能忘本 我看着黎清清扬起自信满满的笑容 忍俊不惊 真好玩啊 他可比前面那几个攻略者有意思多了 高三摩考前夕 黎清清在宋朝去给我买零食的空档找上门来 他低头看我在刷题 扫了一眼指出了我的一道错题 我对了答案 却没有修改 黎清清见状 眼里露出不屑 算了 我猜你也看不懂答案 实话告诉你吧 我和宋朝是命定的一对 你趁早远离我们的生活 离他远点 不然你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我不知道自己的结局 无非就是家破人亡 众叛清离 死后连个收尸的都没有 想想 那样确实挺惨的 可我就是要与命运赌一把 对于宋朝 我绝对不会输 我没搭理他 继续刷题 彻底贯彻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黎清清见状也不恼 反而笑隐隐地凑到我耳边 对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不是说只有站到你的位置 才配合你讨论问题吗 你等着 离那天不远了 我眼睫微颤 只比的手顿了一下 奶茶插好 放在我桌上 好奇地问 他和你说什么了 我想了想 摇了摇头 不是什么大事 你不用管 宋朝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后面的时间 变得沉默冗长 讲台上 老师唾沫横飞地讲着 我刚刚做的卷子 讲到黎清清只给我的提时 他让自己的得意门生离 轻轻上台 讲讲自己的做法 可是无论黎清清怎么算 他都无法算出正确答案 老师推了推老花镜 眉头紧皱 经过和其他老师的研究 他发现这个题目有点小毛病 而且正确答案也搞错了 我的答案才是对的 黎清清扭头 看着我的眼里多了一丝警惕 客后 他来到我面前 你别得意 这次不过是你碰对运气而已 摩考我一定会赢你的 我不屑一顾 来到摩考最后一场考试 刚开始20分钟 我的笔就没有默了 我准备拿出笔心换一支 却发现被人换掉了 我包里全部都是没有默的笔心 我第一直觉看向黎清清 她目光与我对视 嘴角勾起一丝弧度 我就知道是她搞的鬼 还真是幼稚的很 摩考成绩很快公布 我以年级第一的成绩震惊了全班 夏年原来是个学霸呀 我却好厉害 竟然比送学霸还高出十几分 果然这个世界不缺学霸 黎清清看到成绩单 眼里的极度都要冲出来了 我知道她有金手指 但是金手指不是万能的 她终究比不过人类的努力和智慧 她换走我的笔 让我无法答卷 我承认自己有一颗脑目 但脑子突然灵光一闪 我想起在签考场的签到表时 我还有一支笔留在老师手里 于是我伸手向监考老师 要回了那支笔 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 但我毕竟是年年拿国外奖学金 参加过七八次国际竞赛 均获得排名的优秀人才 小小摩考 对我来说就是小意思 黎清清比平时更努力 但依然没有忘记在宋朝面前刷存在感 这天我和宋朝刚到教室 就发现了她桌上的牛奶和菠萝包 不用说都知道是谁送的 宋朝眉间皱成穿字 拿起黎清清送的东西和空泡物 扔进后面的垃圾桶里 牛奶洒了一地 同学们被宋朝的暴力行为吓到了 空气死一般的寂静 宋朝双手撑着桌子 喘着粗气 太阳学处清清暴起 她情绪有些失控 正好这时 黎清清从老师办公室回来 宋朝死死地盯着她 在她掐住黎清清脖子前 我先来到她面前 黎清清却将我推开 质问我为什么丢掉她给宋朝带的早餐 原来她刚进门 就看到了垃圾桶旁边一片狼藉 以为说我吃醋 把东西扔进了垃圾桶 而宋朝的异常是因为对我的不满 她自顾自地说道 我知道你出身高贵 看不上这些廉价的东西 但那是我给宋朝的 她才是那些东西的主人 你没有资格扔掉它 她自己很投入 完全没有注意到 同学们欲言又止的表情 我也表示很无辜 她真的很难平 宋朝这么多年一直伪装得很好 但是今天却被牛奶刺激发了病 没有人知道宋朝最讨厌的 就是牛奶没有之一 宋朝小时候因为与别的孩子不一样 被幼儿园的小朋友欺负 他们将喝剩下的牛奶倒在他身上 把他当马骑 而宋朝的爸爸不管不顾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 不应该是被人欺负的废物 不懂反抗的人不配做他的儿子 在宋父的冷暴力下 宋朝的遭遇症越来越严重 最后到了要吃药的地步 黎清清啊 黎清清 你怎么蠢到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陪你玩下去 下年请你向我和宋同学道歉 你还要像在暴裂的太阳下 辛苦种地的农民伯伯道歉 回过神 我就听到他义正词严的命令 我扯了扯唇 刚想开口 就被人节足先登了 想念 我来解决 宋朝将我拉回身边 情绪已然稳定下来 他向黎清清发出邀请 既然你给我送了这么多次早餐 那我想明天回请你一顿行吗 黎清清大喜过望 真的吗 反应过来后 连声应道 可以 当然可以 宋朝甚至朝他笑了笑 那就好 希望你明天准时赴约 黎清清点点头 见我一脸忧愁 他满脸得意之色 上课铃响起 我们各自回到座位上 我有些担心宋朝的状态 小朝 他在桌子底下勾勾我的手 轻声道 小念别担心 我心里有数 可到了周末 我还是不放心宋朝一个人 宋朝控制不住脾气 一旦发生意外 事情到大 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而宋朝的爸爸 也会剥夺他的继承权 宋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是我的儿子 但我的继承人 绝对不能是个疯子 小宋朝被关起来治病 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 长大后 他依然很讨厌吃药 我只好混在蛋糕里 潜移默化地让他吃药 这些年 宋朝一直没有吃药 但他伪装得很好 起码宋父一直都没有起义 我不能让任何人 影响宋朝继承宋氏集团 我跟在宋朝身后 进了隔壁的包间 黎清清随后就到 能看出来 他是精心打扮过的 满脸期待 可惜他进去没多久 我就听到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 等我进去时 宋朝死死掐着黎清清的脖子 黎清清第一次在眼中 流露出恐惧的情绪 和求生的欲望 我拼命扯下宋朝的手 抱紧他 安抚他冷静下来 黎清清被放下后 一直咳嗽不止 他捂着脖梗落花而逃 宋朝被我带回家 找了家庭医生 吃药药之后 宋朝缠着我 抓着我的手不放 小念对不起 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但是求求你 别走 别离开我 我轻拍着他的背 内心五味杂陈 我本想着 经过这次恐怖的经历 黎清清应该会消停一段时间 但没想到 他换了个马甲 卷土重来 真的 如果不是对立面 我真想和他做朋友 他比我之前 遇到的攻略者更顽强 更像只打不死的小强 这次见面 黎清清穿上高定小羊裙 甜甜的叫我姐姐 我爸站在他旁边 脸上面无表情 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谁是你姐姐 别乱攀亲戚 黎清清一级一级跳下台阶 来到我跟前 你还不知道吧 我才是下家的真千金 而你只是个掉包货 我醋没 什么意思 黎清清笑了 马上我爸的胳膊 意思是 这是我爸 而躺在医院里 需要添加治疗费的女人 才是你妈 她眼里恶意招招 我懂了 黎清清利用金手指 篡改了我们的身世 现在我一无所有 而她站在了我的位置上 光彩照人 我也终于明白了 魔考前她对我说的话 凭空而出的攻略者 用如此嚣张的态度告诉我 只要我想 什么都能做到 她凑到我耳边 用紧我们两个人 能听到的声音对我说 下念 现在的你 就是一条丧家犬 拿什么和我斗 还是趁早放弃挣扎吧 我扯了扯唇 送上两个巴掌 你挺无耻的 黎清清的眼眶 很快蓄满了眼泪 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 但你也不能动手打我吧 我爸也过来斥责我 这么多年 我就是这么教你的 你的教养呢 果然是个养不熟的东西 我冷眼看着这一幕 莫不作声 向清清道歉 不然就给我滚出下家 我巴不得呢 装行李时 黎清清将我收好的衣服 用剪刀全部剪烂 她说 这些原本就该是我的 你凭什么带走 既然这些原本就属于我 那我剪烂它们 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吧 我也懒得收拾了 离开前 我看着她身上的光越来越淡 忍不住劝告黎清清 不要滥用金手指 否则后果自负 黎清清眼里露出震惊之色 你怎么知道我有金手指 我该怎么说呢 我曾经也是一名攻略者 当初我和她一样 茫然地接受攻略任务 攻略目标人物 为了任务能成功完成 我践踏自己尊严 拼了命地讨好攻略对象 可我还是失败了 接受惩罚时 我的自我意识突然觉醒了 我不爱她 为什么要这么贬低自己 羞辱自己 攻略一个我不爱的男人 到底意义何在 所以我已完成 当时最难的攻略任务为代价 重获新生 成为了一名普通人 我和宋朝青梅竹马 互相信乐 可随着年龄增长 越来越多的攻略者 来试图攻略宋朝 而我熟知攻略系统 一眼就可以看出 攻略者的真实身份 黎青青也只是愣了一秒 反应过来毫不在乎道 原来你就是那个攻略系统 拿来当反面教材的废物 她轻吃一声 我和你不一样 我就是喜欢成功攻略的快感 越是难啃的骨头啃下来才越香 她一点都不害怕 毕竟我只是有钱 而她不仅有钱 还有金手指 任谁看我都处于下风 黎青青眨眨眼 我给你个建议吧 离开宋朝 不然你身边的人都会变得不幸 我能看出来你是真的喜欢宋朝 但我也不妨告诉你 我的任务就是攻略宋朝 他只会是我的 之前是我太大意 忽略了很多东西 接下来不会了 宋朝听说我被赶出家门后 便将我接到了他家 他看着自己的双手 喃喃道 当时掐死他就好了 你不该阻止我的 我握住他的手 小朝 永远不要弄脏你的手 宋朝眸光一闪而过 紧紧地会握住我的手 回到学校后 我突然感觉到周围人阴阳的眼光 推开教室 我看到黎青青正被一群人包围 投去羡慕的眼光 看到我的出现 平时看不惯我的人阴阳怪气道 偷了别人的人生 享乐了十几年 竟然还有脸来上课 就是看他平时那么欺负青青 说不定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 故意打压青青的 真是人不可貌相 蛇仙每人说的就是某人 我置若罔闻地往座位走去 却被拦住了去路 他是跟黎青青要好的女生之一 他说 平时那么欺负青青 现在向我们青青道个歉再走 后来又补充道 要非常有诚意的那种 你懂吧 黎青青没说话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我倾校出生 成为下家千金 就这么让你开心吗 那你暂时好好享受一下吧 我很怕你之后就体验不到了 黎青青脸色一变 下面 你在胡说什么 我没在开口 想推开拦着我的女生 回到座位上 却被女生推倒在地上 这一幕恰好被刚进门的宋朝看到 他大不留心 毫不犹豫给了那女生一个巴掌 黎青青出来打人场 宋朝你别误会 河山也只是为我抱不平 宋朝的眼神阴质地看着他 说出的话也极具压迫感 抱不平 你有什么好委屈的 知三当三的 难道不是你 印王我眼前凑的人不是你 你自己有多讨厌 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啊 黎青青的脸色越来越黑 到最后 直接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宋朝无视他们 带我回到座位上 想念 他们要是欺负你 你就直接打回去 不要怕 还有我给你撑腰 我笑了笑 还没来得及动手 你就抢先了 宋 朝委屈 哦 那我下次把机会留给你 他怎么傻傻的 傻得怪让人喜欢的 黎青青一天 往这边看了好几次 我知道他很快就要再次出手了 隔天 各大新闻媒体 就登出了下宋两家 即将商业联姻的消息 宋朝躺在我腿上 一脸决绝 让我娶黎青青 我宁可去死 可下加资本雄厚 两家联姻 可谓是强强联合 宋父为力士徒 怎么可能会放弃 黎青青这招用得好 他不再是孤军奋战 多了宋父下父两个帮手 胜算更大 宋父甚至以继承人的资格 威胁宋朝听他的话 和我分手 与黎青青培养感情 宋朝回家 将东西砸个底朝天 他抱着我委屈道 一定要继承人的身份吗 不能和我一起私奔吗 我摇摇头 我的人生信仰 就是爱情和面包我都要 小朝别怕 我们不会分开的 高考在即 我和宋朝暂时将糟心的事情 放在一边专心备考 而黎青青却不肯放过我 笑容明艳 就算你曾经是攻略者又如何 终究还是斗不过我 或许是宋朝 对他不理不睬的态度 令他误会 宋朝已经认命了 他讥讽道 我还以为你们之间的感情 有多深厚呢 宋朝为了一个继承权 就可以抛弃你 你还真是一个废物 连男人的心都抓不住 这么想想 宋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当初选择他作为攻略对象 还以为他是个温柔专义的男人 结果是个疯子 如果不是 不能更换对象 我早就不陪他玩了 这么轻易的到手 他还真是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我啪的放下笔 你是没事做了吗 一直唧唧喳喳的缠着我 锅灶 我弄火中烧 不仅是因为他吵到我学习了 更重要的是 我无法接受他对宋朝的轻蔑 宋朝很好 好到不需要他来品头论足 宋朝打水回来后 黎青青火速变了父母样 他凑到宋朝跟前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 宋朝拧眉 刚想拒绝 黎青青像是知道他要说什么 立马补充道 宋伯父要求的 还要拍照发给他 你也不想给夏念找麻烦吧 提到我 宋朝的眉眼松动 黎青青得意的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宋朝坐下 沉默了很久开口 小念 我不想陪他演戏了 我身子一僵 我想陪你回家 我的心猛的抽痛一下 片刻 我说 好啊 晚上我们一起回家 黎青青晚上没有等到宋朝赴约 气急败坏的给他打电话 你不怕我告诉宋伯父 宋朝阴冷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 你可以试试 我保证不会让你好过 可没等黎青青向宋父告状 就看到了网上疯传的新闻 警号夏政国赌博 警号警号夏政国违法挪用公款 警号警号夏氏集团 股票暴跌 警号黎青青傻眼了 他绝对想不到夏政国是个赌鬼 还挪用公款偿还赌债 夏氏集团破产 夏家别墅也被银行收走抵债 夏政国受不了打击 逼着黎青青去接近宋朝 可宋父怎么可能让一个赌鬼的女儿 接近他的儿子 最后黎青青被夏政国打得进了医院 住进ICU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人在天台 一年的期限将至 黎青青快被逼疯了 我听见他在和系统叫嚣 为什么不可以更换攻略目标 宋朝是个疯子 你知道吗 攻略失败 我会死的 你个破系统 害死我了 我垂眸 悄然离开 却在医院门口 看到宋朝穿着白色校服在等我 他伸出手 我牵上他 回去路上 宋朝说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瞒着我 但以后能对我坦诚吗 看着他玻璃球般透亮的眼睛 我笑了点头 之后我们继续专心准备高考 高考结束后 我们在家门口看见了黎青青 此刻他有点魔症 嘴里一直说着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看见宋朝 他扑过来 哭得T四横流 宋朝 求求你和我在一起吧 我可以不管你 随便你想和夏念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只求你答应和我在一起 给我一个名分 宋朝一脚踢开他 拎起他的衣领 我最后说一遍 别再让我看见你 和我在一起 你也配 扔下他 宋朝带我进门 黎青青突然抱着我的腿 夏念 你也做过攻略者 你可以理解我的对不对 你帮我求求宋朝吧 我真的不想死 我很同情他 但是谁让他的攻略对象 是我对象呢 你本来不用死的 但谁让你滥用金手指 最后连命都留不住 你怪不得别人 要怪就怪自己极度心强 没脑子吧 而且 我没有两女共识一副的癖好 你好自为之吧 黎青青 贪坐在地上 表情颓败 突然他不知道 从哪掏出一把水果刀 直直刺向宋朝 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距离太近 速度太快 我只能用身体挡住了那把刀 我看着宋朝那张惊慌失措的脸 陷入了昏迷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总能在耳边 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 他说 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是是状元 超过你了哦 我是不是很棒 高考报志愿 你想去哪里呀 我想去你去的地方 你怎么还不醒呢 志愿我帮你报了 我觉得你一定也很想和我在一起 不然也不会帮我挡刀了 脸颊被人用手指狠狠戳了戳 我又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小念 你不想我吗 小念 黎青青死了 好像死于什么心脏骤停 死得太便宜他了 对不对 对了 你还没向我解释 攻略者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好会对我坦诚的吗 小念 再不行我就要亲你了 我的心跳猛的加速 唇上传来发很撕咬的痛感 我缓缓睁眼 对上宋朝的眼睛 他猛的弹开 然后突然反应过来 小念 你醒了 他眼里星光闪闪 我微微一笑 阳光正盛 我回想起自己做攻略者的那些时光 我攻略过很多人 有成功有失败 但我始终不明白 攻略的目的是什么 夺人所爱 还是追求黎青青所谓的快感 这个谜团 被我最后一个攻略对象解开 攻略是毫无意义的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女主角 只有爱自己 才能得到别人真正的爱 一味的倒贴男人 委屈求全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卑微 不断提升自我 从内而外的散发理性智慧的光芒 才是一个人真正的魅力 无高峰蔽至 花香蝶自来 仅以此句平等地赠予每一位 在爱里迷茫的旅人 全文完